欢迎回到中天五间新闻 在北海岸现在已经成为的知名景点 很多人去拜的十八王宫庙 现在竟然出现了所谓的大省团 大省团他们假装很热心 跟你讲说一定要去参拜 结果短短的五分钟事后 硬是要跟你收150块钱的服务费 很多游客不但是骂翻了 觉得自己被坑了 甚至觉得很不满说 庙方的门口出现大省团 庙方怎么不管一管呢 走进十八王宫庙 大省立刻上前推销 兜售装了红布跟符咒的小袋子 付了钱大省说要带着红布符咒 摩擦中卷铜像可以带来好运 还在一旁说着顺口流 先从哪边开始 桌水 两尊中卷铜像在长年的摩擦 多处部位变得有亮光滑 摸了狗雕像烧了红布 大省开始推销起有中卷图样 看起来很年价的链子 两条锁价一百元 红布摸狗狗 连这个就是百元 所以我们刚才买这个是五十 如果买这个是百元 被爆出强迫推销 墙壁项客付出150元服务费 消息曝光被检举的十八王宫庙大省团没有出现 不过当地摊犯私下表示大省团强迫乡客 先败再买常惹纠纷 甚至当场爆发口角 强迫人家买到十八王宫庙大省团强迫推销行同敲诈 你平常都有吗 平常都有 平常都有啊 但是人家不高兴就是把他上去 十八王宫庙大省团强迫推销行同敲诈 虽然庙方贴出警语提醒 却无法制止大省团 不过小保官表示 寺庙的大省团没有事先说明 事后才向伤客索费 已经违反小保条例 民众可以拒负 文新闻黄建伟谢凯轩 台北采访报道